大家好,这里是CJ教程王,今天我给大家讲第九章,Grip命令 本章的主要内容有,Grip命令,正泽伯拉式,Grip中使用正泽伯拉式,VI中使用正泽伯拉式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Grip命令 它是General Regular Expression Passer的缩写,通用正泽伯拉式分析程序 Grip命令的一般格式是这样的 Grip,Option,开关,Pattern,模式匹配,文件列表 也就是说Grip命令它支持正泽伯拉式,模式匹配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Grip命令的开关 第一个开关是-e 表示可以用扩充的正泽伯拉式来进行匹配 那么正泽伯拉式它包含基本的正泽伯拉式 以及扩充的正泽伯拉式 如果我们使用了这个选项 那么它就支持扩充的正泽伯拉式 -i 不区分大小写 -n 搜索文本显示它的行号 -q 那么在搜索的过程当中并不显示信息 这主要用来于其他命令使用的时候 我们只是用来检测能否搜索到文本 但是我们并不需要输出这些信息 -s 一纸文件的出错信息 也就是说搜索的过程当中 如果产生了一些错误 错误信息没有显示出来 那么这两个选项 一般来说是跟其他命令合在一起的时候使用 -v 反向匹配 -l 返回匹配到的文件名称 默认情况下 它返回的是文件所在的行 -r 地归搜索 那么这是Grip命令的常愿开关 我们等一下会举例子来说明 接下来要给大家讲的是 Grip命令中很重要的一些内容 正则表达式 那么什么是正则表达式呢 正则表达式是描述 具有某种特征的字符创的表达式 具有某一类共同特征的字符创的表达式 正则表达式它包含 普通字符跟特殊字符 特殊字符也称为原字符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些特殊的字符 有哪些 那么特殊的字符集 分两类 一类是基本的特殊字符集 或者说是基本的原字符集 第二类是扩充的原字符集 首先来看一下基本的原字符集 第一个 兼括号 这表示 从函手开始匹配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函手匹配 我们看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当中有很多行都包含了public 都包含了public 那么但是并不是每一行包含public的地方都是在函手 那么现在我只想把函手包含public的函 把他找出来 那我可以用正字符拉斯来实现这一目的 这一行 这一行 这两行把它找出来 可以用这条命令 兼括号正字符拉斯 public 在t1.text当中寻找 那么我们就找到了这两行 因为只有这两行 public是在函手 我们可以给他一个选项 option -n 表示显示函号 那么这个是兼括号的功能 表示从行首开始匹配 $符号表示匹配行尾 我们也举个例子 那么我只想找出行尾 包含public的行 这是一行 这一行 把它找出来 那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正字符拉斯 找到public之后就到了 行尾 到了 那这样的话只找到 行尾包含public的行 第四行 第七行 第四行 那么根据这个知识呢 我们可以找空行 我只想把空行找出来 可以用这样的一个表达式 grip-n 从行首开始匹配 没有匹配任何一个字符 就到了结尾 就可以把空行给我列出来了 这么多行是空行 我们看一下 这一行这一行 这些行都是空行 来看 来看第三个基本的字符集 从单词的开头 进行匹配 从单词的结尾进行匹配 来看一下 举个例子 现在我要匹配public 想从单词的开头进行匹配 这一些都能够匹配到 但是这个public 它并不是在单词的开头部分出现 是匹配不到的 匹配不到的 这也匹配不到的 这可以匹配 那我们可以用一个表达式 public 这样子我们看一下 行还是不行 我们发现 这样子写是不行的 为什么不行呢 我们找一下原因 实际上 这个表达式 在送给grip之前 它先提交给谁来处理呢 share程序 share要对它先处理 那么对share来说 斜干表示转易 表示转易 那么斜干小一号 被它转易成了小一号 被它转易成了小一号 在share这个层面上 把它转易成了小一号 那么真正送给grip命令的 它应当是小一号public 所以说这就变成了 搜索的是小一号public 这一份文本 它在哪一行 找的是小一号public 这段文本 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们要找的是public 在当词的开头部分出现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可以在这个正泽北拉市 这边加上一个单一号 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表示什么意思呢 share它不会理会 这个符号的特殊含义 它会把它当作是普通的字符 不会对它进行扩展 这就意味着 整个字符创 原分不动的 提交给了 提交给了grip命令 那么gripper就能够看到 整个表达式 它把前面这一份 看成是单词的开头 那我们就能够找到 单词开头部分出现的public 那么这一行也算是单词的开头 它会认为小一号是一个单词 public是一个单词 一般来说单词都是以一些 空白字符来进行风格的 那么特殊字符 它把它当作是一个单词 同样的 在单词的结尾部分出现public 那我们要用 这个符号来表示 结尾部分出现public 那么刚才我们看到的 这一行就不能够匹配了 因为它是在开头部分出现public 某个单词的开头部分 那我们刚才讲到了 单词号的用法 它能够抑制share的一个解析 也就是说将制服创原封不动的送给grip 需要不对它做任何的解释 实际上还有一个符号也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功能 那就是双一号 但是它们之间还是有一些细微差别的 在这里面 我们等一下来讲它的差别 来看一下点号 对单个字符进行匹配 那么如果我想要找只包含一个字符的行 可以这么做 行手开始匹配 单个任意的字符到结尾 我们就能够找到只包含一个字符的行 点号 中括号里面是一些字符 表示对字符创当中的任意单个字符进行匹配 我们看一下这个文本 任意单个字符进行匹配 11m11n11x 保存 那么它就能够匹配 那么它就能够匹配这里面的任意单个字符 m nx 再加上这样的一个符号表示 匹配不在这里面的字符 11a11a11b 第31行跟第32行 11a11b 匹配不在这里面的某个字符 a到b 匹配a到b之间的任意字符 斜杆 主旨后面的一个字符的特殊行义 阻止后面的一个字符的特殊行义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要查到的是斜杆 如果我们要查到的是斜杆 那么就应当用两个斜杆 两个斜杆 来看一下 grip 杆 n 那么第37行包含斜杆 第37行包含斜杆 用双一号可以吗 我们发现用双一号是不行的 用双一号是不行的 这里面我们要做一个剖析 用双一号的话 我们要用四个才可以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来做一个剖析 刚才我们说过了 单一号的用法是 阻止特殊的字符 阻止share对特殊的字符 进行解析 那也就意味着 两个斜杆 它会提交给grip 那么grip要查找的是 那么第一个斜杆 把它当作grip当中的 转移字符 那么它要查找的 实际上就是一个斜杆 一个斜杆 如果是两个斜杆 加上一个双一号 双一号跟单一号有一个区别 它只能够阻止部分的特殊字符 它只能够阻止部分的特殊字符 比如说括号 特殊字符 中括号 特殊字符 它不能够阻止斜杆 share对斜杆的解释 既然它不能够阻止 share对斜杆的解释 那么share对斜杆进行的解析 把两个斜杆解析成了一个斜杆 那么送给grip的就只有一个斜杆 那么肯定是不能够满足我们的要求 所以说我们要用四个杆 来表示 这样子的话 送给grip的 它就是两个斜杆 这是单一号跟双一号的区别 那么后面讲到share编程的时候 还会再提到一次 单一号跟双一号的区别 到时候我们会举dollar符号的例子 dollar也是一个特殊字符 但是双一号它没有办法阻止 它的 它的扩展 也就是说 如果是双一号把它扩起来的话 share依然会对它进行解析 不会把它当作普通的字符 那么单一号的话 不管里面是什么字符 都把它当作是普通的字符 信号 表示对前一项进行零次 或者多次重复匹配 我们来举个例子 那么这边有这样的一个例子 gd god good 那我们写一个表达式 等下来看一下 grip g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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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这边我们比较浪漫的是 它怎么能够匹配到 gd 原因在于 对前项进行零次或多次匹配 那么这边我们再讲一个 grip的一个开关 不区分大小写 比如说我们要搜索public的时候 将这个public也把它搜索出来 用一个i的选项 不区分大小写 那么这一行也能够匹配到 那么这是基本的shale原制服机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扩展的shale原制服机 首先来看第一个 加号表示对前一项进行一次或多次重复匹配 它跟新号是不一样的 新号表示对前一项进行零次或多次重复匹配 加号表示一次或者多次重复匹配 来举个例子 还是举gd这个例子 grip 如果我们把它改成加号 来看一下 我们发现没有产生任何输出 为什么呢 原因在加号它是扩展的shale制服机 在使用grip命令的时候 还需要加上一个选项 但大写了e 表示可以使用扩展的正质比较式制服机 那么得到的结果是 god 一个或者多个 多个欧 它不能够匹配0个欧 那么其他的也类似的 温号表示0次或者一次重复匹配 这表示g次重复匹配 那我们可以举个例子 比如说 这里面的一个例子 1后面的0进行追次重复匹配 比如说三次重复匹配 要三个对前一项 进行追次重复匹配 这里面得到的结果是 不是我们想要的 加一个 加一个a 它对0进行了三次重复匹配 那也就意味着 可有三个0 1三个0之后紧接着a 那我刚才没有加a的时候 为什么是这样子的呢 原因在于 1后面三个a 能够得到匹配 1三个a能够得到匹配 也就是说它匹配到的文本是这一串 1三个a能够得到匹配 能够得到匹配 所以后面呢 再加一个a 以便我们观察这个结果 否则的话 大家可能认为 10后面可以匹配三个 也可以匹配四个 实际上不是这样子的 它匹配的就是10后面的 三个0 它匹配的是这样的一个 植物创 匹配的是这样的一个植物创 后面我们不会对它 因为我们后面没有对它进行匹配 包含 制服创的行 包含这个模式的行 把它列出来 这是grip命令的功能 只要它包含了这个模式 就把它列出来 对前一项进行 J次到K次 J到K 那我们可以这么写 2到4 那么这边我们又遇到了一个问题 2到4 它会提示104A 没有那个文件或目录 这是为什么呢 这边我们最好加一个单一号 如果我们不确定的时候 最好加一个单一号 这就可以了 这个原因在哪里呢 大括号 实际上的大括号 对于share来说 也是一个特殊的制服 share会对它进行特殊的解释 我们不希望share对它进行解释 所以说加上单一号 或者双一号 或者双一号 双一号 刚才说了 它只能够一指 部分特殊制服 主要是斜杆 到了制服 双一号不能够一指 它的解析 但是大括号 它是可以一指的 一指 或者说主指 当然我们也可以用转一指服 转一 share这边呢 转一一下 把它当做 一个普通的大括号 把它当做一个普通的大括号 也是可以的 所以大家在用转一字符 单一号 双一号的时候 要做一些 一些考虑 做一些思考 为什么它可以 为什么不行 因为大括号 对share来说 也可能是一个特殊的制服 share会对它进行解析 如果我们要阻止它的解析 可以用这三种方法 树线 表示匹配s或者t 来举个例子 匹配a或者b 那么就可以用11 速线11a或者b 那么这边又出了一个问题 为什么呢 速线对于share来说 它是广道 有特殊的含义 所以我们又要阻止这个特殊的含义 可以加一个单一号 对它进行一指 11a或者b 那这边比较奇怪的是 public怎么会匹配到呢 11a或者b 刷一行 这估计也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问题 我们就先这样子 为什么会匹配到 括号 将整个内容作为单线处理 整个内容作为单线处理 否则的话 某一个单线就是一个制服 我们来举一个例子 这边有networks net 我写一个德拉式 net 来看一下这个表达式 刚才说了 新号表是对前一项进行零次或者多次匹配 那么现在前一项 那么现在前一项 括号当中的内容 把它当做是一个项 当做是一个项 那这样的话 net可以匹配 works 0个或者多个 再看一下 那么这里面就匹配了 那么这里面就匹配了 0个works net 一个works 这里面 这里面把它当做是一个项 那么注意 括号也是特殊的制服 要转译的 如果不转译会出错 因为shell会把它当做特殊的制服来解析 当然也可以用单线号把它括起来 把它用单线号来括起来 另外一点就是 凡是用到扩展的制服级 原制服级的话 你就需要用一个干义的选项 如果我们不加干义 那么它是找不出任何结果的 不加干义 我们可以用这个来解决 e-grip 也是可以的 e-grip 可以不加干义 它的功能等于 grip 加义 干义 这是扩展的原制服级 那么下面是一些grip命令的事例 我们刚才都看过了 那么grip命令 它还可以使用通配服 文件列表可使用通配服 我们来做一个例子 grip 感恩 txt 新.text 查找包含text的文件当中所在行 我们发现T2.test的第一行 T3.text的第一行都包含text 都包含text 文件列表还可以用模式 通配服 反向匹配 -v -v表示反向匹配 我们可以举个例子 那么这个例子我们之前有说过 有提到过 ps aux 那么它可以列出所有的进程 现在假设我要列出 sshd进程 可以用管道 grip shd 那么就列出了所有包含 sshd的进程 这里面有这么多的sshd的进程 同时它还包含了grip sshd这个进程 那么这一行不是我们要列的 我们要去掉这一行 那么这里面只有这一行包含了grip 我们可以对它进行反向匹配 查找不包含grip的行 这些行是不包含grip grip -v 反向匹配 不包含grip的行 就查找到了我们需要的结果 这个例子我们在讲管道的时候说过 递规搜索 -r的选项 我们也来看一下 -r的选项 比如说这个例子 在etc目录以及纸目录底下搜索包含telnet的文件 并且列出它所在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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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文件当中第四十七行 四十八行都包含了 还有很多 那么因为它是递规搜索的 所以说时间会比较久一些 我们就不收索了 ctrl-c 中断掉 另外grip命令还有一个选项 我们刚才有介绍过 -else选项 那我们也来举个例子 来看一下 这里面有t2.text包含text 也有t3.text也包含text 刚才用了这样的一个命令 -ntext 那么它会将 这两行给我列出来 如果我要列的不是它test所在的行 而是哪些文件包含了test 那我们可以加一个 -l的选项 那么加上-l的选项的时候 -n十一场就没有效果了 因为它列的是 哪些文件包含了test 某一个文件可能 多处都包含了test 那么它也只会列一处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文件有好多处都包含了test 如果我们没有加上-l选项的时候 t2 这三处都包含了test 提商这一处包含了 如果加了一个-l选项 表示它只列出哪些文件 包含了test 这时候-l选项是不起作用的 因为它并不是显示test 在哪个行 这边我们来看一下这些例子 如果在VI当中 我们使用的这条命令 表示什么意思 S我们之前说过 表示替换 将这个模式替换成后面这个模式 后面这边模式是没有任何内容 就相当于将这个东西替换成空的内容 也就相当于把它删除掉 那么这表示删除AA到JJ当中的所有制服 为什么是这样子的呢 点号 它可以匹配一个制服 任意的单个制服 新点号 这两者合在一起 表示零个或者多个任意的单个制服 也就是说它可以匹配零个或者多个制服 任意的制服 可以看一下 如果我要将AA到JJ当中的内容 删除 那么可以这么做 单前行 如果我们前面没有指定 行的一个定位 那么就是单前行 替换AA 后面匹配单个制服 对单个制服进行零次或者多次匹配 JJ 替换 替换成空的 那么就相当于把它删除掉 还原U 如果当中没有任何一个制服 它也是可以删除 点心可以匹配零个或者多个任意制服 那么这里面就是零个 看一下 零个也是可以匹配的 来看一下第二个例子 在整个文件当中 用AND代替所有的取缔指符 整个文件当中 首先是 A 豆号 Dollar表示整个文件 S表示替换 将取缔指号 替换成 AND 替换成AND G表示 G表示如果一行当中有多次出现 那么 全部都给我替换掉 一个定位模式 1到Dollar 整个整个文件 整个文件 整个文件 AND 替换成取缔指 如果我们没有加G的话 那么某一行当中 它只会替换第一个 没有提号 没有提号 所有的取代字符 用end来进行替换 那我们现在是 将所有的end 用取代字符来进行替换 怎么替换不了 习惯了 取代字 第一行到最后一行 s 取代字符用end来进行替换 替换了 又还原回来 那么后面加一个g 表示全局替换 全局替换 end为什么无法替换成取代字符呢 刚才是不是哪里写错了 没办法替换 没办法替换 反过来变成了没办法替换 替换成其他符号 替换成其他符号是可以的 替换成取代字符是不行的 难道取代字符是比较特殊的日符 那我们就给他一个转详就可以了 给他一个转详就可以了 那么有时候遇到问题 我们多试 多考虑一下 多试一下 那么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在每一行的行手插入6 实际上我们可以这么做 将行手替换成6 将行手替换成6 那么比如说我现在要做 将行手替换成6 在VI当中 每一行替换 替换 行手时表示 换括号替换成6 也就是每一行的行手都增加了一个6 可以这么写 那么这个句其实可有可无的 行手它只有一个 在第二行到第五行的行尾 超入主创AA 那么这边应该是2到5 2到5 超入AA 将行尾替换成AA 那么句也可以不要 第二行到第五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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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替换 将行尾替换掉 $ 替换成AA 就可以了 这句可以不要 因为行尾只有一个 第二行到第五行 去掉 去掉 替换成的所有数字字符 我们可以这么做 0到9 0到9表示数字 从什么地方开始呢 从行首开始匹配一个数字 从行首开始匹配一个数字 接下来又一个数字 0到9 新表示对前一项进行 0个或者多个匹配 也就是说 这一项合在一起可以表示 0个数字或者多个数字 将行首的数字 替换成空的 那么这边能不能 能不能是这样子的呢 只有一个0到9 比如说把这个删掉 这是不行的 因为它表示匹配的是 0个或者多个数字 0个或者多个数字 那这也就意味着 行首不是数字 也被替换掉了 也被替换成了 空 我们目前的一个需求是 去掉函手的所有数字 要这么写 比如说 这里面有一些数字 我们把它去掉 一到 到了 表示整个文件 S 替换 从函手开始 是数字 0到9 数字进行匹配 0到9 新号 函手开始的 所有的数字 都给它替换掉 删除掉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个比较复杂的例子 稍微复杂的一个例子 那么这个例子我们要实现的功能是 将这里面的参数对调 第一个参数跟第二个参数对调 变成7 10 参数对调 变成 Y-2 X加13 参数对调 将它参数对调 那我们可以使用以下这条命令 以下这条命令 这条命令稍微比较复杂一些 看过去很吓人 那我们分析一下 这条命令 1到 到了 表示整个文件当中 实施后续的命令 S表示替换 紧接着是要替换的内容 把它替换成 什么东西 全局替换 那么要替换的内容这里面 我们又可以对它进行进一步细分 从内到外 它应该是这样子的 这是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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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是一个大括 然后外部是一个括号 FOO 也就是说它能够匹配FOO 括号当中有三项 有三项 我们来具体看一下这三项分别是什么东西 那么之前我们讲到了括号 表示把这里面的内容 当作是一个项 单程是一个单项 也就是这是一个括号 它将这里面的内容 当作是一个单项 那么这个单项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 表示什么意思 中括号 下上的间括号 斗号 这个正值的表达是表示 不包含斗号的 任何字符 也就是非斗号字符 非斗号字符 再加一个新 表示零个或者多个 非斗号字符 零个或者多个非斗号字符 零个或者多个非斗号字符 紧接着匹配的是 一个斗号字符 一个斗号字符 再紧接着匹配的是 零个或者多个非斗号字符 接着是一个斗号字符 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并且括号它还有一个功能是 可以将它标记为 斜杆一 斜杆二 斜杆三 也就是说 这个括号像表示斜杆一 斜杆二 斜杆三 然后我们将一整项的内容替换成斜杆二 斜杆一 斜杆三 也就意味着 将第一项跟第二项进行了 位置的对换 那我们来演示一下这个命令 我把它考一下 这个命令比较长 这里面 这个命令比较长 这条命令 整个文件替换 将这个内容替换成后面的内容 我们来看一下 替换 替换 十七二 七十二 还用回来 X加13 Y减2 被替换成 Y减2 X加13 那么前一项是空的 第一项是空的第二项是5被替换成5空的6 5空的6 那是因为我们这项它可以匹配非斗号制服 新号表示零个或者多个非斗号制服 当前是0个非斗号制服 把它看成是一项 斜杆1 非斗号制服 斜杆2 非斗号制服 斜杆3 替换成 斜杆2 5 斜杆1 空的 斜杆3 6 5 空的 6 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正者比拉斯的例子 那么可见正者比拉斯的威力是很强大的 只要大家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就可以做出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 好 那我们这节课的内容就是这些 感谢大家的收听